所以神特别造了向往 所以在座的弟兄 如果你的妻子神为她预备 不要忘记 神给她使命 她是一个帮助者 帮助你在这个婚姻中 能够明白神给你的使命 跟神要在家中完成的 如果没有妻子或没有女人 这个使命没办法完成 我再说这是一个很尊贵的 一个意义显明出来 没有关系 没有身份 是神造女人 是神把女人带到这男人 这个亚当的面前 然后神给亚当一个命名的 一个权利或者权柄好 所以每一样他都命名 所以当这女人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给他命名 这是一个关系上的命名 因为这下话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 没有比这更亲密的 我再说了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做一些移植 这个心导馆 从这边取一个挪到这里 或取皮肤来补皮肤 但是有没有一个人是 这个肋骨拿出来 然后有另外一个人 没有 但是神做这样奇妙的创造 是让你知道 神造的奇妙的 是要成为真正的帮助者 所以如果我们做先生的 或做男人不了解女人 只是用错误的审美观 在看她们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出现极大的混乱 这也就是撒旦在做的诡计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 我在思想这个时候 神让我心中轻轻的明白 神造了夏娃 要来帮助亚当 完成伊甸园的一个使命 如果 所以撒旦要破坏神的工作 他从谁身上开始做起 就能够一次就成功 就是从那个帮助者 就是从夏娃身上开始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 这是一个针对性的 我再说 我之所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后来要明白 我们怎么样为女人 来祝福祷告 或为我们身旁的 无论是母亲 祖母 或者是妻子 或女儿 或者同事 为她们祷告 要让她们完成神 给她们的命定 所以 女人面对蛇的引诱 燕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 比天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说 不许你们 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所以她从吃开始 进入引诱 然后我们看 女人怎么面对 或者是受了蛇的引诱 这里说 燕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天一切的活物 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 不许 你们吃园中 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那我们看女人 怎么回答 女蛇的说话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只是园中 中间那棵树的果子 神称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这时候 这女人已经加了一句 叫也不可摸 你要记住 她加了一句 不可摸 因为神之说 不可吃 吃的日子 你必定死 所以蛇开始 留意到 她所说的话 对女人产生影响 所以蛇对女人 开始说一些谎话 这里说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开了 你们就像神一样 知道善恶 摸 看 这是蛇 撒旦恶者 对女人历世历代以来 一直要做的一个过程 OK 我再说了 看 摸 我请问在座的姊妹们 祖母们 还有我们年轻的 你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怎么买 你不会把眼睛蒙起来说 我不要看 我只要用闻的就好 这衣服闻起来 味道不错 没有 你一定是看 然后最常有 你还会去怎么样 摸一摸 这个资料怎么样 对不对 这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我要知道 这是神给姊妹的特长 所以撒旦要引诱姊妹的时候 让她要去看那个果子 要去摸那个果子 因为她只要一看一摸 就好了 这真好 然后呢 你看 结果女人一看 结果怎么样 还没有来到那边 所以她对 说你们不定死 然后人看了 眼睛开了 你们吃了 眼睛就开了 你就像神一样 吃到善恶 所以我再说了 我们在座很多姊妹 她们的眼睛 看得非常精准 她们能看到 甚至是直觉 她看到了就觉得 嗯 这不太对哦 嗯 这很好 可以看到什么 善与恶 可以看到了 一个人的心 很多弟兄们 看了半天看不出来 姊妹一看就 哦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不太对劲 哎呦 看这个人很老实 对不对 这是让他们看 但是看到了 并不知道你能够胜过 所以这女人 看到这个果子 结果犯罪了 于是女人 借那棵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了眼墨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然后呢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这是一个开始 结果后来神就问 开始问 一个一个问 神就先问亚当 结果亚当 神问亚当说 你为什么要吃 然后亚当说 你所吃给我 与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 我就吃了 所以男人推陷责任 然后她就问去问女人 结果女人呢 女人也在推卸责任 因为后来神对女人说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女人说 那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当然神后来就审判 审判了那个蛇 也审判了亚当 后来也审判了夏娃 但是我要来到 最后这个部分是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终结 当然女人就有怀胎之苦 男人有种地 地有出荆棘之苦 那地也是因为 亚当夏娃而受了咒诅 但是主要我们留意 这个最后所说的 神给我们人类有出入 虽然人犯罪要面对审判 但是神也可以救恩的出入 这里说 这是神说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这指的是 撒旦跟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后裔 也彼此为仇 撒旦他历史历代以来 他在人类当中 一直想要兴起一些事 但是这是跟神界的女人 所生产的 彼此之将会为敌 女人的后裔 这用的是单数一个词 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指的是玛利亚 玛利亚感应 受圣灵感应 生了耶稣 所以全人类当中 唯一女人的后裔 实际上就只有耶稣 其实他所有经过男人跟女人的 这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 所以这里说 女人的后裔指的是一个单词 单数词 你要伤她的脚跟 所以你看到神的救恩 是透过女人的后裔而来的 当初因为女人她受了引诱犯罪 罪开始进入了下一代 但是神扭转 要透过女人的后裔带来救恩 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能够看到这以后就思想一个情况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对于女人的地位 认识 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看她 如果你本身是女人 我们等一下一起回应这个诗歌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说 你觉得你的尊贵 价值和地位 是从哪里来的 圣经讲得很清楚 神造了你 神是特别造了你 因为在每一个女人的身上 我是跟你说 因为如果男人没有女人的帮助 就不可能完成神给的使命和责任 我再说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是因为母亲照顾我 她帮助我成长 我结婚以后是妻子帮助我 能够来活出 神要我活有爱 有使命 活着有责任 活着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家有女儿 我们家有孩子 神要我学会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是神所造的 如果这一份的尊重 是从神的话语中认识而来的 今天神可能要光照 有什么东西要清楚 要拿出去 所以我们接着用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 好吗 这首诗歌就说 主啊我到你的面前 在这个里面 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神面前思想 耶稣说 如果看见女人就动了一念 你心中若动一念就是犯间一 那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女人 只是用这世界的看法在看她们 我们心里就会落入那个陷阱 把她当作不是神要我们尊贵的女人 这是社会一直在吸引我们 用外观来看一个人 包括是特别在女人身上 所以我们一起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以后 我们来回应在神面前 好吗 是的 主耶稣我们今天听见你的教导说 如果我们的心已经被牵动 而不再尊敬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女人 在天国中 主我们已经走错了 我们心错了 恳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你要我们恢复正确的看女人 正确的对待她们 不把她们当作仆人 不把她们当作用人 不把她们当作物件 不把她们当作附属品 不把她们当作忽之而来 使之而去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得罪了你 求你赦免我们 特别求你赦免我们 在我们文化中 对女人错误的看 错误的认知 逼着她们走 不是神要她们走的路 在今天愿主 你恢复我们 使我们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 祝你就洁净我们 你要恢复我们当中的姊妹们 和所有的女人 因为她们活在神 创造她们的心意里面 那创造的心意就是说 男人需要女人的帮助 帮助他们 使他们学会治理 管理 生养众多 所以当我们现在 把自己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 愿主你来工作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命 阿们 好 启用这首歌来回应 主啊 主啊 我到你面前 宣伤我的今天 我的身体 我的一切 宣伤当作活气 主啊我到你面前 宣伤我的今天 求你更新 求你绝境 我的心思已连 我与你同的世间 如今不是我活着 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 我只为你而活 主啊我到你面前 宣伤我的今天 愿我一生 我你愿啊 成为你的幸运 我与你同的世间 如今不是我活着 因我知道你是神爱我 我只为你而活 主啊我到你面前 宣伤我的今天 愿我一生 愿我一生 梦里愿啊 成为你的幸运 愿我一生 愿我一生 梦里愿啊 成为你的幸运 使得主耶稣 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 圣灵啊 欢迎你来 让我们的姊妹们 在基督耶稣里 看见 神是何等奇妙的造了他们 恢复他们的容美 尊贵的身份 在基督耶稣里 断开一切 错误的观念和锁链 因为 女人是神所造的 那尊贵容美 是神给予的 不是从人来的 主啊 求你在我们的当中 做这样的工作 我看到祝你要断开一些 沉重的恶 一切沉重的瑕疵 我奉耶稣 说明断开 无论从家里来的 从长辈来的 对于女人 错误的要求和看法 在基督耶稣里来清楚 如果在座的 在我们当中的 姊妹们 如果你一直感觉到 自己是活得不够好 或感觉做得不够 或感觉好像没有那样的价值 或者有价值 好像还活不到 今天耶稣告诉我们 祂看见你 因为是你 要来帮助男人 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因为男人单独的 没办法完成 神给的宇宙的使命 治理 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下来的